和父親正在世界進行巡迴演出的音樂神童 Jennifer在宜蘭市音樂顧問李建興老師的推薦下 來到台灣宜蘭 這裡同時也是Jennifer第一次來到亞洲的首演 八歲就獲得法國世界音樂大賽冠軍 更榮獲義大利西班牙等十國音樂大賽殊榮的 西班牙音樂神童Jennifer 2017年兒童節期間來到台灣進行亞洲首演 期間事工所安排了Jennifer與同年齡的宜蘭國小學童 透過無國界的音樂彼此成為同台演出的夥伴 我相信Jennifer在學習的過程當中一定是小朋友最值得來學習的 還有演奏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今天小朋友我們非常的榮幸有這樣的一個演出 特別謝謝江市長給我們伊安波教這樣的一個機會 伊安市公所為了讓宜蘭的兒童能夠與世界接軌 接受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 並且藉此安排這次音樂神童來到宜蘭演出 讓宜蘭的孩子度過不一樣的兒童節 小年紀的一個音樂神童 可以跟我們在宜蘭也是表現非常優異的一些 我們音樂的參與者共同來一個聯合交流 這個是我們要讓我們各位同學 從小我們就可以國際觀 我們就可以跟國際知名的音樂家 共同來合作 這個是難得的一個音樂盛會 音樂饗宴 三位拉小提琴的演奏者 分別合奏西班牙和台灣的歌謠 Jennifer的父親帶領著孩子拉出美妙的旋律 讓有機會領賞的弦樂團學生 彷彿看了一場小小的國際音樂會 音樂的學起的路程不是那麼的簡單 他說你或許一天練 好像一天練兩天練你都看不到成績 你要練很久以後才會看到成果 所以他說我們要要為自己的將來 要不斷的不斷的努力 這樣才會有更好的成果 Jennifer的父親表示 音樂是上天給予的最好禮物 需要經過今年累月的練習 才能夠看到成效 這次很高興有機會受邀來到台灣演出 她和Jennifer都感受到宜蘭人的熱情 音樂表現 成為一座音樂之都 宜蘭市公所邀請音樂神童 用音樂為宜蘭的小朋友 帶來認識西班牙文化的機會 讓小朋友的國際視野更寬闊 也能夠朝向宜蘭 成為國際文化城市的理想